我有PS5,有没有必要升级到WiFi6路由器呢? 我还有M1芯片的MacBook,包括我的手机,这些都支持WiFi6 虽然我还没有XSX和任天堂的Switch,但是我也做了一些功课 咱们先说结论 如果你家用的是WiFi5路由器,而且还比较好用,没有必要升级到WiFi6 如果你家的路由器经常卡顿,用起来慢,不稳定 而且是以前花一百多块钱买的,用了五六年了 现在不好用了,可以直接换WiFi6路由器 我家的路由器是华硕的86U,属于第五代的,已经用了第四个年头 我也有点想换它了,但后来上网查了一下,发现没必要换 前提是它能正常工作,原因如下 首先我们先确认一下,我们手上的设备是否支持WiFi6 以苹果iPhone手机为例,iPhone11开始支持WiFi6 最新的iPhone13,它支持2x2MEMO的WiFi6 2x2MEMO指的是手机和路由器之间使用两条数据流在走数据 有2x2,3x3,4x4,这个数量越大,传输速度越快 但是越贵,越热,越耗电 PS5也支持WiFi6,它也是2x2的MEMO 苹果M1的MacBook Air,它也支持WiFi6,也是2x2的 我用的小米10手机,也是2x2的WiFi6 各位要注意的是,微软的Xbox Series X和任天堂的Switch是不支持WiFi6的 它只支持WiFi5 如果你手上的设备不支持WiFi6,没有必要升级WiFi6的路由器 但如果你家的路由器现在不好用了,准备升级 那推荐购买个WiFi6,6代的路由器 那下面我们说一下,这个WiFi6比WiFi5快了多少 上面提到的那些设备都支持WiFi6 它们也能向下兼容支持WiFi5的路由器 比如M1版的MacBook Air 它支持2x2MEMO的WiFi6 如果它连接WiFi6路由器,它这个连接速度是1200Mbps,也就是1.2G 如果它连接到WiFi5的路由器的时候,它的连接速度变成了866Mbps 这个速度提升并不算大 具体表现在,当我们上网下载游戏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小区宽带,速度一般是300Mbps,500Mbps 那么WiFi5的866Mbps是够用的 如果你家用的是1000Mbps网络的小区宽带 1200Mbps的WiFi6还是有200Mbps是多余的,富裕的 如果我们用局域网传输文件,比如NAS 前提是,整个连接链条中 如果有普通的机械硬盘或者千兆网线 1200Mbps的WiFi6路由器比866Mbps的WiFi5路由器有提升,但不明显 上面我们说的是速度 其实WiFi6比WiFi5提升了还有很多 在这就不一一列举了 对于连机对战游戏而言 再好的网络也不如一条经济实惠的千兆网线 网线更稳定,延迟更低 联网打游戏首选网线连接 那么推荐什么WiFi6路由器呢 这个视频就不讲了 如果各位有好的推荐,请留言到评论区 各位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那个路由器是支持多少个MEMO的 是2乘2还是3乘3,4乘4 好,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各位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